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安昧后 还得染外 原因是边关的匈奴一直对中原虎视眈眈 不时入侵骚扰 让他寝食难安 面对不断求救的文书 刘邦决定亲自挂帅去打击匈奴的入侵 结果第一次出世末节 还被困于白登山 最后造陈平之际 才侥幸逃得异性命 也正是因为这样 匈奴更加嚣张了 对汉边界进行了近疯狂的入侵 而刘邦虽然心有余悸 但此时朝中吴大帅 他思来想去 最终再度挂帅亲征去评判匈奴 公元前202年的东仙 刘邦率大军再次来到了最前线 结果这一次 匈奴和汉朝玩起了躲猫猫的游戏 就这样 可怜的刘邦劳师重重 忍着酷寒在边疆转了一个多月 连个匈奴人的影子都没有见到 此时边疆 北风呼呼的吹 一种叫寒冷的东西 整天包围着刘邦 刘邦知道自己再这样下去 只怕没有等来匈奴人 自己就会先动成僵尸了 于是乎 一个月后 刘邦带着重将呼啦啦的打道回府了 然而就在回来的路上 刘邦遭到了刺客的刺杀 说起被刺的原因 故事还得往前推进一年 公元前201年 刘邦亲自率大军出征 后殷轻敌入了矛盾的幽敌深入之际 被围困于白登山 后利用陈平之际成功逃脱 但在回来的路上 他把全部怒气 发泄在了赵王张敖身上 这张敖是张儿的儿子 他生的纯红使白面如冠玉 那叫一个玉树临风 吕后见他一表人才 通过多方面观察和研究 最终认为他诚实可信 后与刘邦一番商议后 便决定把女儿路员公主嫁给他 因此 这个张敖说白了 已是刘邦的准女婿的 当时 面对准岳父的到来 张敖心里那个激动呢 他热情地把吃了败战灰 头土脸的刘邦迎进府中后 极尽恭维之能事 别的不多说 他甚至连端插送饭的事都亲自来做 为的只是想逃准孕父的欢喜 看着忙忙碌碌 信尽处处的张饶 刘邦心里有想法了 这样的男人简直就跟富到人家一样 哪里有观点王者之气 我当初决定把女儿嫁给他 看来 真是看走了眼啊 他在张府住了几天 见张敖天天都是这样的献殷勤 更是打心眼里看不起他 一天喝了酒后 他就把张敖大骂了一顿 然后怒气冲冲地启程回洛阳去了 这段小插曲大概就是这样 然而 令刘邦想不到的是 去年他在赵王府中当众谩骂张敖 随后拂袖而去 张敖不断地反省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 但他手下的人就有看法了 其中 丞相望高和赵武等人 都是身经百战的德高望重之辈 他们跟随张敖的父亲张敖多年 都是忠心耿耿之人 张敖死后 他们又辅助张敖 看了主子受到了天 大的辱骂 这口气他们无论如何也厌不下去 他们本来想马上就造反 但想到张敖忠厚老实 又是刘邦的准女婿 知道 他肯定不会同意 于是 他们思来想去 最终决定自杀刘邦 他们当时的想法是 如果成功了 就都留在张敖身边 辅佐他治国安邦 而如果失败了 他们情愿承担 由此带来的所有责任和后果 应该说 他们的确是申明大义之人 想法很周密 无论成功与否都不会把张敖给扯进来 正当他们摩拳擦掌等待机会时 刘邦却自己送上门来了 刘邦第二次出征边关去全力进攻匈奴时 他空手了一个月的边关 这时已是寒冬时节了 刘邦再也不敢逗留 于是 班师回朝 路途正好又要路过赵地 因为去年闹翻了后 刘邦自己也不愿意再去张敖的府上 于是 他找了一间客栈 新版的新龙门客栈 马上就要上演了 灌高等人对这个客栈进行了精心的安排 店里的老板和伙计 以及一些食客都是杀手乔装打扮的 而且厢房的夹层里也都藏好了杀手 可以说 灌高等人在客栈里设下了一个必杀之局 刘邦在参加完与地方官吏的盛宴后 因一路劳苦想早点休息 便起身前往早就预定好的客栈 三国演义里有洛凤坡上洛凤的故事 当时 刘队帅唐统锡进去攻打蜀中的刘章 但在途中 唐统金贪攻狂净 中了敌人的埋伏 在洛凤坡上壮烈牺牲了 因为庞统绰号凤厨 他在洛凤坡的死去 冥冥之中似有天意 令人稀屈不已 而事实证明 刘邦在用计方面肯定跟庞统没得比 但在第六杆方面 却比庞统高了数倍 就在去客栈的路上时 刘邦在第六灵杆出现了 他突然向怀春的少女心圆一马起来 于是他就问手下的人了 这是什么地方呢 回陛下 这里叫百人 他的左右亲信毕恭毕敬地回答着 百人 百通破 百人不就是被迫于人 的意思吗 看来此地不宜久留 刘邦心里这般想着 马上叫道 今晚不住宿了 连夜回京城去 转念间 刘邦打消了去客栈夜宿的念头 就这样 灌高等人精心安排的暗杀计划泡堂呢 最后他们只能对天常态 毛史在人 城市在天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